是今天的蘋果日報 重點不是決裂 重點是下面這句話 不排除推賴清德 陳菊參戰 那這是聯合報 聯合報把這個當標題 一版頭條的標題 不排除賴清德陳菊 但是如果迷藏支持者 看慣了這個 最後你沒有推他 他可能會很失望 他可能會很失望 這可能性多大 我覺得就是一直 他現在就媒體的效應裡面 當然你會造成民進黨認為說 最強的就這兩個人是人選 二則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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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說你陳明文被問到說 你排不排除賴清德有沒有可能 你說他是一個選對為招體 還沒有在徵詢意見過程當中怎麼樣 他總不能說 排除了都排除了都排除了吧 任何可能性都會放在裡面不排除 但是個人意願等等等等問題 我覺得看賴清德跟看陳菊是不一樣的角度 我覺得看賴清德是看2020年 賴清德有可能是跟小英搭檔上去的人 賴清德現在在施政的滿意度以及他的好感度 是跟柯文哲抗衡的人 那小英在2020年過程當中他的副手考量的是強者還是維持現狀 如果強者賴清德是未來2020年小英登高的樓梯 他是他2020年的興奮劑 那陳菊現在是小英的安慰劑 因為他在總統府他會覺得很放心 要不要放陳菊出去 我說但是陳菊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當成的我們只說 凌去綠營的票 毫無疑問他搶 但是正式選舉的時候 他要去怎麼解釋 高雄我任期還沒坐滿的時候 我跟高雄人道別進總統府 當我總統府就職的時候 我說選舉不是現在的重點工作 你又跑來台北選舉 他這一個的移動過程 能不能讓高雄市諒解 能不能讓台北市接受 了解 其實變成他的問題 我覺得這兩個人 固然是凝聚綠營當中比較的人 但是如果你把眼界稍微放寬一點過程當中 賴清德更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我施政的好 所以你看他現在一直在提一個政策 低薪的政策 幼兒的補助等等 他要把執政環境塑造到最好 讓民進黨全面性 是產生一個 即使大家不是那麼覺得興奮 但至少是一個接受的 一個施政的環境 讓大家都好選 如果你把他拉走了怎麼辦